那再说一个谁呀 作用于 啊又换了啊 作用于那么要说 他的话来首先我们得 说一下作用于 的话是在干什么呢 那么简单的一会儿这句话 先描述一下啊 作用于用于啊 确定确定我们 Spring他所创建 创建的 啊 创建的bin的什么样 实力的个数的 啊 他创建的个bin 他实力的个数的 那么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啊那么到这里来 为此他的作用于呢 一共有这么多个曲直 我就给大家复制过来了 啊这是他的曲直 所以那对于我们来说 主要掌握以下的东西 那我在这来说说他 曲直 掌握哪几个呢 第一个叫做 三个头 翻译过来叫单立 这是默认值 啊默认值 那换句话说 我们之前所创建的对象 是不是都是单立的 那么为此 看实力的个数 单立剩就一个呗 对吧 这是他的意思 好 为此 这个要拿下 然后呢 还有个叫 Prototype 这个我们就翻译成什么呀 多立 那也就是说 每执行 一次 GET B 将 获得 一个什么 实力 很有用 啊 很有用 为此 他的有一个应用场景 例如 之后我们学习 Strauss 你要去整合谁呀 Spring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一种 我们有一种情况 是不是要去配置 Action了 那你Action 是不是必须 配置的Action 必须是多立的 你是不是就必须写出来了 啊 这是他的意思 你自己明白一下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单立和多立 就这两个值 OK 就行了 掌握的就这两个值 然后呢 你看我这儿的话 是不是还告诉你 还有一些其他的值了 那么他分别指的 一个是Request 一个是Session Request的意思就是一次请求 Session的话就是 一个一次绘画 对吧 那么好 我们相对而言 用的小一些 需要的时候呢 再去研究它 主要是它 因为在以后开发就这么多 那为此来说它 那么要说它的话 我们要说说它的配置信息 那么它的配置信息的话 要求我们呢 做如下的事情 你自己明白 也很简单 B ID 然后呢 Class 这是不是都是我们以前所写的代码了 为此给这儿改了 改成什么 Scope 那么你在这儿呢 就开始写值就行了 那为此这些信息 你就明白了 那么明白了以后呢 那我把它给关掉 关掉以后呢 我们实验一下 说了今天很多内容 我们采取的是复制嘛 好 复制一下啊 C 错了 D Scope 这是不是写完了吧 然后打开工厂就干嘛呀 就没了 然后呢 来两个测试类 没问题 然后呢 测试类里面的话 我给这儿稍微改改它 好 搞定 测试这 写完 然后呢 到这儿来 这一段信息 删掉 这儿就二吧 好 最后 写完 右键 拷贝 我先把环境搭一下 快速的穿穿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着的话 接着的话 来删掉 来问一下大家 刚才我是不是调用一次 是不是已经获得一个实力对象了 来 接着我再干嘛呀 再调用一次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到这里来 SYSO Uthers 是不是打印一下 直接打印对象 是不是就可以了吧 好 来 复制一下 扎交 一 二 来 这样的信息 是不是就已经OK了 我们去配置文件打开 那么配置文件里面的话 那你需要把这块的信息呢 统统都删掉 好 我们就配最简单的就可以了 来 我先删掉了 首先 这个ID是不是不变 接着Class 然后呢 澳大加协杠 User Service 澳大加 User Service 澳大加协杠 最后一个 好 我先写完了 来 我们实验一下 这是默认情况 所以右键执行 控制台 我们应该看到的 两个值是不是应该一样就对了 因为是单例 看这 这是不是叫单例 一样了 好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到这里配一下 我们是不是有个叫scope 是不是要配一下东西了吧 双引号呢 双引号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 是不是要写个叫 Pro2 Tap 这是不是又表示多例的意思了 那我们应该看到的效果是不是 运行起来 俩是不是一样就对了 好 不不 俩不一样 看这 这是不是又搞定了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最后所看到的效果 来 你自己知道 好 大家写这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取值 对吧 你整个的配置信息就在这写完了 好 那位置 我们在这直接提一下 直接考代码就过来了 就这个东西 对吧 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自己明白 剩下都不变 那么测试的程序 自己调两次就行 好 那来 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